1、2、2、3 喂,防疫女俠 聽說最近武漢肺炎很嚴重 是呀,所以我們防疫超人 今天就要出現隔大家的防疫措施 那大家要記住啦 打黑癡的時候,應該要用紙巾掩住口鼻 髒了的紙巾就記得扔掉它 最後大家要記住用酒精初手液去清潔雙手 當我們身上沒有紙巾的時候 就記得要用衣袖遮住口鼻 不要直接用雙手遮住了 去完廁所的你一定急急地走 但你又知道衝刺的時候要蓋上廁所板嗎 大件事,我發燒了,看不看醫生好呢? 去到醫院又會不會感染到更加嚴重的疾病 下街又有可能會傳染到其他人 唉,算了,還是不看了 不看?當然不行 當你有發燒或呼吸度那麼嚴重的病症的時候 就應該要戴上口罩立刻去看醫生 這樣才可以防止病情惡化的嘛 戴錯口罩就跟沒有戴口罩一樣 所以想好好保障自己的健康 懂得戴口罩就很重要了 戴口罩的時候 有顏色一面向出 有金屬條一面向上 然後將橡筋繞在耳朵上面 之後再將口罩的金屬條沿著鼻樑的兩側按實 令口罩緊貼臉部 最後拉開口罩 口罩完全覆蓋到口、鼻、下巴 才叫做戴好夾 如果我們要脫口罩 千萬不要貪方便將口罩拉到下巴 因為口罩的菌會積聚在下巴 那我們下次戴回的時候 菌就會進入口罩內側 在我們要脫口罩的時候 手千萬不要碰到口罩的外側和內側 因為滿布細菌 盡量透過兩側的橡筋去脫口罩 最後記得用紙巾包好再放進密實袋 這樣就沒死了 在我們要棄置口罩的時候 手沿著兩側的橡筋圈 除了它放進垃圾桶就可以了 海綿口罩只適用於防花粉和防塵 所以如果我們要防粉 我們就要用平時用開的外敷口罩 大家還記不記得03年的SARS呢? 當年淘大花園E座病情性速傳播 都是因為廁所去水渣的設計有問題 為了避免病毒在同一棟大廈傳播 我們要每星期都向排水口倒半公升的水 這樣才可以避免U型隔氣位的水蒸發 病菌就沒機會經過水渣傳播了 在這些嚴峻的時刻 一定要好好做好防禦的工作 洗手是每日必須的動作 但你洗手的方法有正不正確呢? 讓我來教大家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